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11号的白宫简报会上还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12号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东 沙利文表示 拜登将于12号启程前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沙特阿拉伯 形容拜登此行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沙利文表示 拜登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 会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他将在会上就他对中东地区的愿景发表讲话 拜登还希望通过这次中东之行 推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这是我们的希望和预期 我们在未来看我们可以帮助 以色列的更深的关系 与沙特阿拉伯和沙特阿拉伯 我将在这旅程中的工作不能进行 任何种程度的平均 会长得很长的过程 但在这方向的发展 不过有分析认为 拜登此次中东之行其中一个重要考量 是要施压中东产油国增产石油 以缓解因为制裁俄罗斯引发的能源危机 和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通胀 其次是在俄乌冲突 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 义和协议谈判等背景下 重建于中东传统盟友关系 并要求他们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 此外 针对白宫方面早前表示 拜登将在访问期间 同各方讨论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 以及加强防空领域合作等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尔批评 凭美国计划搞中东版北约 将伊朗描绘成威胁 在中东地区拨下分裂种子 以谋求自身不正当利益 指美国试图在中东地区 引发新的安全担忧 只会损害地区共同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